第一化大小姐的暴力我们在黄昏时分到达罗亚 布耶纳村和罗亚之间似乎隔着搭乘马车需要一天才能到达的距离 换算成实际时间大概是六七个小时左右吧 要说远是有点远,但说近好像也算近 罗亚这城镇小愧是这附近规模最大的都市,充满活力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城墙 大概有七至八公尺高,看起来很坚固的城墙包围着整座城市 城墙上的巨大城门周围有马车来来往往 进入城门后,可以看到整排的露天摊贩 在进入城镇后莫多远的位置,有好几尖类四马就和吕舍的店家 看到身穿铠甲的人混在一般城镇民众和商人之间来来去去的光景 真的很有奇幻的感觉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有拿着大型行李的人们坐在类似后车停的地方 那是什么呢? 激烈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向坐在自己正面的人物提问 那是一位拥有野兽斑耳朵和尾巴 在巧克力色的身躯上穿着暴露的皮革制服式 身材高大且满身肌肉的男子汉 错了,是女剑士 名字叫做激烈奴,泰德鲁蒂亚 他是剑技高超的剑士 拥有剑神流七阶级,从上述来第三位的剑王级地位 而且还已经讲好到达接下来要前往的目的地后 他会教导我剑术 对我来说,就是第二位师傅 我说你 听到我的提问,激烈奴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是瞧不起我吗? 被他凶狠的一瞪,让我吓了一跳 不,我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想麻烦你告诉我 哦,抱歉,原来是这个意思吗? 看到我露出快哭了的表情 激烈奴赶紧回答 那是公布马车的后车处 一般来说,要从一个城镇移动到另一个城镇时 就会使用那种马车 或是付给行商一些前换取搭便车的机会 之后,激烈奴指着一间间的店铺 告诉我哪间是武器店 哪间是洒馆 哪间是冒险者工会的支部 哪间是那种可疑的店 虽然,它看起来很可怕 但实际上却很亲切 通过城镇的一个角落后 周围的气氛变了 路边并排着武器店和房具店那类专门服务冒险者的店铺 继继继续往前之后 就换成像是针对城镇居民的商店 是不是巷子里有名家呢? 规划得很好 当外侧有敌人来袭时 首先由大门周边的人们负责抵御 城镇的居民则可以趁这段期间逃到城镇深处或是相反方向 因为采用这重构造 当然在往前继续深入之后 可以发现建筑物越来越大间 以高级品为取向的商店也变多了 在这城镇 住得越靠近中央就越有钱 而位于城镇中心的是一栋最庞大的建筑物 那就是领主的宅邸 与其说是宅邸 更像是城堡呢 因为这里是要塞都市啊 在400年前与魔族的战争中 罗亚发挥出作为最中防卫线的功能 是一座历史相当悠久的城镇 简矣位于中央的似乎是城堡 不过也只有历史悠久 对于住在王都的贵族们来说 这里似乎只是有很多粗鄙冒险者的偏僻地方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 表示我要教导的大小姐身份相当高贵呢 也不是那样 激烈奴摇了摇头 可是 林主的宅邸明明已经就在眼前 根据先前的理论 这附近应该只住着权贵人是吧 还是我错了 意思是在这种边境并没有身份 真的如此高贵的人 咦 我正这样想 马车夫却在领主宅邸入口 对门口警卫轻轻点头 然后就这样进入宅邸的用地内 原来对象是领主的女儿啊 不是 不是吗 有点不一样 怎么觉得这话别有含义 是怎么回事呢 马车停下 进入宅邸后 我们被管家带往像是会客室的场所 眼前有两张并排的沙发 对我来说 这是第一次的面试 要慎重行事 请坐在那里 我依然在沙发上坐不后 激烈奴不发一语地退开 站到房间的角落 那里应该是能看到整个房间的位置吧 如果是生前的世界 我大概会认为中二病发作真是辛苦了 大少爷很快就会回来 请两位稍等 像是管家的人在看来高级的茶杯里 倒进类似红茶的饮料后 就退到入口旁边待机 我喝了一口还冒着热气的那杯茶 不难喝 虽然我不懂红茶的好坏 但这一定很贵 看对方打从一开始 就没有帮激烈奴准备茶水的态度 只有我被当成客人看待吗 人在哪里 我正在思考这些事 房间外面却响起伴随着吼叫声的粗鲁脚步声 是这里吗 一名虎背熊腰的男性 以粗暴动作打开门并进入室内 年龄大约是五十岁左右吧 暗褐色的头发里虽然混着一些白发 但看起来还给人一种年富力强的感觉 我放下杯子站了起来 弯下腰身早低头 初次见面 我全鲁迪乌斯 格雷拉特 男性不屑地哼了一声 哼 连打招呼都不会嘛 大老爷 鲁迪乌斯公子不曾离开布耶纳村 而且年纪上轻 恐怕还没有时间学习礼仪吧 些许的势力表现还请 你给我闭嘴 受到怒斥之后 管家不再说话 既然这人是大老爷 代表他就是我的雇主吗 看起来相当生气 是不是我的行为有哪里不够周到 我已经尽可能带着礼貌致意 大概是贵族有什么特殊的规矩吧 哼 保罗居然连礼仪都没教自己的儿子吗 听说父亲大人 就是因为讨厌拥调矩的规矩才离开家中 所以或许是故意没有教我 立刻就找借口 跟保罗一模一样 父亲大人那么喜欢找借口吗 没错 只要开口就是在狡辩 尿床也找借口 和别人打架也找借口 偷懒莫上课也找借口 真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呢 你这家伙也一样 如果有新学习 礼仪这点小事应该不困难吧 就是因为没有努力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听到他这么说 的确有让我感到认同的部分 我只有专注在魔术和建树上 不曾有新学习新的事物 或许自己的视野已经变狭隘了 应该要老实反省 您说的对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真是非常抱歉 我低头表示歉意后 大老爷使尽踏响地板 但是 没有托词自己就是默学过 而是尽可能表现出 最恭敬礼仪的态度 值得肯定 我允许你留在这宅底里 虽然搞不太勾处状况 但总之获得了许可 大老爷只说完这句话 接着就猛然转身 大摇大摆地离开 刚刚那位是 我向管家提问 是非托亚的领主 绍罗斯 伯雷亚斯 格雷拉特大人 也是保罗大人的叔父 那个人是领主吗 气势有点太降 让我不由地担心他的统治 不过 据说这一带有很多冒险者 或许就是要强势到那种地步 才能胜任领主吧 嗯 姓格雷拉特 而且是叔叔 意思就是 嗯 怎么说 也就是我的叔公吗 是的 我懂了 保罗利用了已经被断绝关系的自家门路 话说回来 没想到他的老家身份地位如此高贵 那家伙本来是好人家的少爷吗 怎么了 汤马斯 为什么门开着末关 这时 有另一个人物从门口登场 还有 父亲大人的心情很好 发生什么事 是一个拥有柔顺褐色头发 看起来很瘦弱随性的男子 根据父亲大人这发言 他应该是保罗的堂兄弟吧 大少爷 真是非常抱歉 先前大老爷见了鲁迪乌斯公子 似乎对他很满意 哦 是父亲大人会喜欢的孩子吗 这下是不是有点选错人了 他这么说完 并在我正对面的沙发坐下 哦 对了 得打招呼才行 初次见面 我叫鲁迪乌斯 格雷拉特 我和刚才一样 弯下腰低头行李 嗯 我是菲利普 伯雷亚斯 格雷拉特 贵族打招呼时 要把右手放在胸前 然后稍微低下头 你的方式 应该让大老爷生气了吧 像这样吗 我模仿菲利普的动作 试着把头抬高 没错 不过 刚才的致意方式 也很有礼貌 不算坏事 如果是工匠那样打招呼 感觉父亲会喜欢 你坐下吧 菲利普态度自若地 在沙发上稳稳坐下 我也一言跟着就坐 面试要开始了吗 你知道多少情况 在这里教导大小姐五年后 前往魔法大学 就读得入学资金 就可以获得资助 只有这样 是的 是吗 菲利普把手搭在下巴上 放低视线看向桌子 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你 喜欢女孩子吗 没到父亲大人那种程度 这样啊 那就合格了 咦 怎么会 也太快了吧 目前那孩子喜欢的老师 只有教导礼仪规矩的爱德纳 以及教导建树的激烈奴 至今为止已经解雇了五个人以上 其中还有一人是原本在王都执教的男性 就算曾经在王都执教 也不保证教法就一定很高明啊 我把这种意见吞进肚里 这和喜不喜欢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 知识保罗是那众会为了可爱女孩奋斗不屑的人 所以我还以为你肯定也一样 菲利普不以为然的耸耸肩 该觉得不以为然的人是我 别把我跟那家伙是为同类 讲明白点 我对你不抱什么期待 知识因为是保罗的儿子 所以姑且先试试看而已 这话讲的还真明白呢 怎么了 你有自信吗 当然没有 虽然没有 但现在这气氛却让我无法老实回答 还没实际陷到本人 实在很难说 而且 要是这份工作失败 只能逃去做其他工作 感觉可以听到保罗的嘲笑声 嘲笑我果然还是个小鬼 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能被年纪比自己小的那家伙瞧不起 嗯 对了 要是见面后还是不太行 要不要来演一出戏呢 就来历 用一下生前的知识吧 这是要让狂妄大小姐乖乖听话的模式 演一出戏 什么意思 我简洁地做了说明 找个我和大小姐在一起的时间 派出听从府上指示的人 马来绑架大小姐 然后我再利用读写 算术 魔术 带大小姐一起逃出 靠自己的力量回到宅底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这番话让菲利普愣了一下 不过似乎很快就理解用意 并点了点头 简单来说 就是要让他主动想要学习吗 很有趣 可是会那么顺利吗 我想比起大人 不容分数的下令 这样应该更为有效 这是漫画或动画里经常可以看到的发展 讨厌念书的小孩 遭逢意外后 才明白学习的重要性 就算是自导自演 其实也无所谓吧 这是那样吗 是保罗教你的方法 把女孩子追到手的方法之一 不 父亲大人不必量做 也吃得开 吃得开 噗 菲利普忍不住笑了 没错 那家伙从以前就很受欢迎 莫做任何事 都会有女性贴上来 父亲大人介绍给我的人 都和他有一腿 连那边的鸡道奴也是 嗯 真让人羡慕呢 我担心他会不会对 被我留在布耶娜村里的 青梅竹马出手 实际说出口后 我真的感到很不安 过五年后 希露菲应该会成长很多吧 要是回到家 却发现希露菲恕了另一个妈妈 那我可无法接受 放心吧 保罗之对大分量的女性有兴趣 菲利普边说 边把视线转向 位于房间角落的激烈奴 哦 原来如此 我也回头看了他一眼 的确很有分量 回想起来 塞尼斯和莉莉亚也是重量级 哪里有分量 当然是胸部啊 才五年应该莫问题 既然拥有长尔族的血统 即使长大应该也不会变得那么大吧 而且 我想就算是保罗应该也不至于那么垃圾 真的吗 是说 菲利普居然知道希露菲是长尔族 我想这下最好认定自己以前在布耶纳村的情况已经全被对方摸清 比起那事 我更担心女儿会不会被你欺骗 对一个七岁小孩 您是在担心什么呢 真是没礼貌的想法 我才不会做任何行为 知识想办法设计对方自己擅自迷上我而已 可是在保罗的信里 写着是因为你在村里四处泡妞 所以才会予以隔离哦 虽然我想他知识在开玩笑 但听了刚才的作战计划 让我觉得那部线的全是谎言 我知识除了希露菲以外 没有任何朋友而已 还有 我不过是把那唯一的朋友培养成顺从的雌性奴隶罢了 这种话 当然我死也不会说出来 不需要老是坦白的事情 还是不要说出来会比较好 是吗 好 在这里继续聊下去 也不会有结果 就让你见见我女儿吧 汤马斯 带路 雨碧 菲利普站了起来 于是我和他终于面对面 这家伙很嚣张 看到第一眼的那瞬间 我就产生这种想法 年龄比我大两岁 眼角往上掉 发型是呈现波浪的卷发 颜色是鲜红色 而且红到让人觉得 简直像是育人色的油漆泼洒而成 第一印象是 泼汉 虽然将来应该会成为美女 但可以预料到 许多男人应该会认为这一行的 我莫办法 甚至超越了如果是真正的被虐狂 或许可以接受这个等级 总之很危险 我全身上下都在大叫着 别靠过来 初次见面 我叫鲁迪乌斯 格雷拉特 然而 我不能逃走 只好先用刚才学会的方式打招呼 哼 他才看了我一眼 就立刻赏了个和他爷爷一摸一样的哼气声 然后以双手抱胸 双脚张开的姿势战力 摆出明显瞧不起人的态度 从上朝下看着我 他比我还高 一看向我 就以露骨的不高兴表情开口说道 什么吗 这个人比我还小啊 居然要让这众人来教我 开什么玩笑 果然是这样 毕竟看起来自尊心就很高嘛 不过 我也不能退缩 我想 年龄没有关系 什么 你对我有意见吗 声音超大 我都在耳鸣了 可是我会做的事情 大小杰你却不会做呀 我这样一说 就觉得大小杰的头发 似乎倒竖了起来 我从来没想过 怒气这重东西 真的能用肉眼看到 真恐怖 呜 可恶 为什么我必须害怕 还不满十岁的小孩 你太狂妄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是我的再从子 堂子 我隐藏恐怖情绪并回答 在 那是什么意思 指我的父亲的堂兄弟的女儿 也可以说是我的叔公的孙女 什么嘛 听不懂 是不是我的解释方法不好呢 算了 直接使用亲戚这讲法 应该会比较好懂吧 你有听说过保罗这名字吗 当然不可能听过 这样啊 很意外 他似乎没听说过保罗的名字 算了 关系根本怎样都好 总 至现在 要对话 毕竟贡献之神也有说过 一开始重负进行对话事件的动作很重要 祝 贡献之神 落神 出自漫画 只有神知道的世界 主角贵木贵马的外号 我才刚这样想 下一秒 大小杰就高举起手 啪 咦 真的很突然 大小杰聪的 赏了我一记耳光 我虽然有点混乱 但还是向他发问 你为什么打我 因为你明明比我小 还敢那么嚣张 原来如此 挨打的脸颊 传来火辣辣的刺痛感 好痛啊 第二印象是 粗暴 真没办法 那 我要还手咯 什么 我莫等他回答 就回了一巴掌 啪 响起不太好听的声音 毕竟我不太习惯打人 所以顶多这样吧 算了 应该会痛 这下你应该可以体会 被人打会痛的感觉 我正想这样讲 眼前却出现甩着乱发举高拳头的大小姐身影 这是人王像 看起来真的一模一样 我脑里闪过这种念头 然后就挨打了 一个没踩稳 双脚又被勾倒 然后胸口再被推了一下 所以整个人倒地 末两下 就被对方已跨坐在我身上的姿势压制住 等我回神时 才发现双手已经被他用膝盖卡死 咦 怪了 好像动弹不得 喂 等一下 我慌乱地喊声 被大小姐的吼叫声盖过 你知道自己对谁动手吗 我要让你彻底后悔 宛如铁堆的拳头朝着我麾下 好痛 痛哪 等 等一下 怎么会 住手 大约挨了五拳之后 我才好不容易靠着魔术脱逃 我忍着双腿发暖的感觉站了起来 伸出手准备用魔术迎击 接着利用风魔术来产生冲击波 打中大小姐的脸 我绝对饶不了你 大小姐的脸往后仰 但却丝毫没有停顿 继续以恶鬼般的模样冲向我这边 看到这样子的瞬间 我察觉自己弄错了 我连滚带爬得逃走 眼前这玩意儿和我知道的大小姐不同 不是那中书的钻头撞法裹卷发行 然后会做出杂技般的韧性旋转特技的大小姐 而是不良少年漫画的主角 或许能靠魔术把她痛扁一读 但是即使我那样做 她也一定不会听话 大小姐必定会复活 然后再度前来找我报仇 当然 我可以每次都用魔术对付她 但是她的内心绝对不会屈服 和漫画的主角不同 她应该会使出各种卑鄙的手段 例如从楼梯上丢花瓶下来 或是拿着木刀 突然从暗处窜出来袭击 大小姐一定会使用所有能用的手段 试图给我十倍以上的报复 而那时 她想必不会手下留情 开什么玩笑 如果无法永畅 就无法使用质疑魔术 而且 只要争执持续下去 她就绝对不会听从我的发言 靠力量让她屈服 这是这一次绝对不能使用的选项 于是 回到一开始的事态 在那之后 大概是大小姐终于累了 她总算放弃追杀行动 并回到自己房间 她没能找到躲起来的我 不过 真的只差一点 当那个红发恶魔从我眼前经过时 我真的觉得 仿佛深处地狱 真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种地方 体会到恐怖电影主角的心情 我筋疲力竭地回到菲利普那边 她脸上带着苦笑 如何 根本无计可施 我强忍着泪水回答 挨揍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可能会被杀 在逃走时也差点落泪 好久不曾有这种威决 然而 所谓伤疤好了就忘了疼 既然会觉得好久 表示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 还不到心理创伤的地步 那么 你要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 明明现在什么都还没做 要是经此退缩 那我算是白白挨打 那件事就麻烦您了 我坚定地对着菲利普低头请托 我要告诉那个野兽 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怖 我明白了 汤马斯 去帮忙准备吧 菲利普吩咐之后 管家离开现场 话说回来 你还真能想到有趣的事情呢 是吗 嗯 教师里面只有你提出这么大规模的计策 您认为会有效吗 我有点不安 那个大小姐 真的是我这点小聪明能对付得了的对手吗 菲利普耸了耸肩 如此回答 那就要看你的努力了 确实没错 就这样 我决定断然实行这座站 我走进分配道的房间 每个摆设看起来都非常高级 有一张大床 还有装饰精致的家具 漂亮的窗帘与崭新的书架 要是再有冷气和电脑 就可以过着非常舒适的尼特族生活吧 真是不错的房间 毕竟我也是格雷拉特的一份子 所以才会准备客房 而不是给聘雇人员用的房间吧 讲到聘雇人员 不知为何 女仆中有很多兽族人士 虽然听说这国家对魔族特别歧视 但兽族不一样吗 哎 话说回来 保罗那家伙居然把我丢来这种地方 我在床边医 屁股坐下 抱住还在隐隐作痛的脑袋 大概是因为挨打 现在还会感到疼痛 我难难地涌唱治疗术 治好伤口 不过和生前那时候比起来 其实还算好 虽然挨揍 然后被赶出去的过程相同 但是这次不一样 不会流落街头 和那时相比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保罗有确实帮忙安排 不但准备了工作 而且也有地方睡觉 听说好像还会有零用钱可拿 已经十分周到 如果生前的兄弟们也做到这种地步 说不定我当初已经成功重新做人 帮我找个工作 准备住处 派人监视 避免我逃走 不 不可能成功吧 34岁还没有工作经验 已经无可救药 所以才会被舍弃 要是当时他们突然这样对待我 我也知会百烂 大概连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工作都办不到吧 而且被迫和恋人电脑分开 我甚至有可能会试图自杀 正因为是现在这时机 所以没有问题 我现在已经决定要努力工作赚钱 虽然手段强硬 但却是绝佳的时机 我或许有点误会保罗 不过 那玩意儿还是太夸张了 那个凶暴的生物到底是什么 我活了四十几年 第一次遇到那种东西 那不知是恐怖 而是暴力的化身 就像是顺热型热水器 差点唤醒了我的心理创伤 其实 我已经有点漏尿 感觉不管从这边的奶里下手 它都会抓狂 不过呢 看那个大小姐的样子 就算换另一边 也一样会抓狂 边抓狂边爆发出内心的怨毒 难怪会被学校赶出来 她打我的动作相当熟练 那是已经很习惯打人的动作 是不管对方是否抵抗 都一律痛殴一顿的手法 明明才九岁 却已经过度习惯 让对方无力抵抗的过程 我真的能够教导那种人吗 我和菲利普已经商量好了 首先 让绑架犯把大小姐掳走 护她尝到无力感 接着 我再出面救她 让她尊敬我 也愿意老实接受我的教导 计划本身很简单 我也很清楚基本的流程 只要能引出预料中的反应 应该就能顺利进行 然而 真的能顺利进行吗 她的凶暴程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竭尽全力吼叫挑衅 一旦对方反击 就会彻底击垮对方 这样的暴力 可以看出对完全胜利的意志 就算被绑架贩卢走 她会不会依旧觉得不痛不痒呢 要是我去救她 她是不是会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还会说出你为什么莫早点救我 人渣 之类的发言 有可能 如果是那个大小姐 真的很有可能会那样 或许会出现意料外的反应 必须事先预想好所有事态 也必须先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 这次不允许失败 我努力思考 思考能够成功的方法 还有步骤 然而 欲动脑 思绪就欲势陷入泥沼 神啊 拜托您让这个计划成功 最后我只好祈祷 其实我根本不信神 不过还是很有日本人风格地支在遇上困难时 求神拜佛 拜托神明 请一定要让这次的计划成功 这时我才发现 自己居然把圣物内裤丢在老家房间里没带来 所以哭了 神洛奇希不在这里 名字 大小街 职业 非托亚领主的孙女 个性 凶暴 我方吩咐 完全不理会 读写 知会写自己的名字 算术 知会一位术的加法 魔术 完全不懂 剑术 剑神流 初级 礼仪规矩 知会伯雷亚斯士的问候 喜欢的人 爷爷 激烈奴 读写咱们 读写咱们 先说 读写咱们 读写咱们